我整個品牌概念呢 是因為我有一個翻轉的概念 那為什麼是翻轉呢 因為我的襪子它是一個長襪 可是為什麼是長襪呢 它是一個機能壓縮襪 你一定至少要包到小腿 它才會有促進血液循環的壓縮效果 可是呢長襪似乎不太符合 像我今天的一些穿著 比方說我今天如果穿著短褲的話 長襪就會覺得怪怪的 那我喜歡騎腳踏車 長襪這個也是很怪 那到底要怎麼樣可以長襪變短襪呢 或者是說今天想穿短褲 女生有可能是穿個裙子 它就可以換成是一種穿法 所以我們才講說是翻轉長度 翻轉態度 這個襪子可以一秒改變長度 也就是說它有一個翻轉的概念 所以比方說像這一款襪子 它看起來是一個圖騰 那你把它翻下來之後 它又呈現的是另外一個感覺 Flippers其實想要傳達我們對人生的一些價值觀 那我們有好幾個款式 其實都跟我們團隊的背貼有很大的關係 比方說紅葉紹棒 這是我們第一個款式 它其實就是當年翻轉台灣整個棒球的熱潮 比方說像我自己本身啊 在紐西蘭住了很久 所以紐西蘭對我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也非常喜歡當地的原住民文化 就是這個毛利的文化 還有像毛利的這種刺青 那我覺得它是屬於一個家族傳承的一個精神 我覺得它很有意義 也非常的酷 所以我就把它做在我們的這個設計裡面 說實在的 這個襪子困難度真的是相當高 這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在這個市場這麼久 不管說是做這些壓縮襪的也好 還是所謂的這種醫療級的靜脈曲張襪也好 根本不會看到有人會把圖案做在上面 因為它實在是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不只你要把這個圖案有所變化化之外呢 它的困難點是在於 當我們去做這些圖案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種厚度不均勻的問題 那這個厚度不均勻就會造成壓縮值 是不均勻的哦 不均勻基本上就像剛剛講的 對功能性來講 舒適度來講呢 也都會大大的減分 可以看到我們的襪子 它看起來都很漂亮 基本上它就是跟藝術品一樣 也可以說是在整個織襪的工藝上 是有很大的一個突破 可以說真的是我們台灣人的一個驕傲 可以看到...